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瞬间就到了元宵节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汤圆逛灯会呢 我今年也是在厦门过的年哦 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厦门超受欢迎的一家游乐园门口哦 我今天要来这边游园赏花灯 那现场呢 非常多的人 我远处呢 就可以看到了五彩斑斓的花灯耶 而且哦 还有很多身穿汗骨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哦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我今年也身穿了一身汗服 还拿着小兔花灯 也算融入进去了吧 大家快点一起跟我来逛灯会吧 快看 前面演出好像快开始了耶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大家快看 这就是兔年的主花灯 手里还拿着红萝卜 它鼻子上 还有一只蝴蝶呢 非常的可爱 刚刚啊 我们有看到以龙为主的花灯 它盘旋在一座桥上面 其实啊龙啊 在我们中华传统上 也相当着吉祥安康的意思 有非常好的寓意哦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与龙舞 双代诗人星气集曾这样描写 当时元宵节的一个热闹情景 刚刚逛的元宵灯会非常的热闹 这个节日氛围完全的拉满了 据说啊 在两千多年前 西汉时期就有元宵节咯 听说那时候是叫上元节 那后来呢 就慢慢演变成 民间盛大的节日之一咯 在台湾的时候 元宵节啊 我也都会去看灯会咯 接下来我们就请在台湾的妮妮 带我们去看一下在台北的灯会吧 哈喽 琪琪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妮妮 现在呢 我正在台北灯节的现场 这一次的台北灯节非常的盛大 总共有四个展区哦 有光展区 元展区 还有未来展区 以及我现在所在的中央展区 那今天呢 虽然下雨 但是现场的民众非常的热络哦 有的是西家带眷 有的是老夫老妻 还有一些是情侣 另外呢 还有更特别的就是 有的民众是带着自己的小宠物来到现场 共襄盛举这个台北灯节 元宵节逛花灯是流传千年的一个传统 那跟大陆是一模一样的哦 那在台湾呢 自从2001年开始 就是由各个县市来去做巡回举办的 那每个县市在举办的时候呢 都会融入当地的特色文化 所以每一场都是非常特别的哦 那今年睽違23年又回到台北啦 那就赶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瞧瞧吧 今年为了体现两岸一家亲 彰显上海与台北的浓厚双城友谊 上海市特别设计了一款浓厚上海花灯 与我们一起欢迎元宵佳节 元宵节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一 这个节日呢 是充满诗情画意而且美好的 同时呢 也承载着人们对于新的一年 还有未来的美好展望 那在元宵节的这一天呢 城市会张灯结彩 人们呢 会去吃汤人 逛灯会 拆灯米 以及放烟花 这都是两岸人民共同传承下来的美好文化 也希望这个优良的传统 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哦 那在影片的最后 就由我 妮妮 还有琪琪 一起为大家献上新年的祝福 那新的一年里呢 祝大家 独飞猛进 忽然暴富 红红火火平平安安 祝大家新年快乐啦